朱利安你倒真可以跟我们分享 外国人在中国找中国女孩 容易还是有什么酸甜苦辣 大部分是哪一种女孩子靠近你 一般是我靠近女孩子比较多一点 靠近中国女孩 我觉得这是天性 什么天性 法国人的天性 好像是公性去追母性的比较多 动物世界也是这样 现在时代不同 我要不是看你年纪小 又被人骂 民族尊严何在 美好的事物人人追求 有什么可分享的 没什么可分享 你的爱情故事 我的爱情故事太多了 没有 我一般比较 这方面比较小心一点 因为待时间比较长 然后往往觉得在中国 有时候比较极端一点 中国女性往往就是说 我觉得比较累的一点 一个就是找一个中国女孩 如果说我要想结婚的话 我得想好我不是娶一个人 我是娶一个家 法国人会算账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这是最累的一点 中国好多女性 她会 她总是在考虑 我找到的这个人 是不是我要跟她过一辈子的那个人 所以她整天她在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是的话 她就想 好 我只要不一定 她比较顺其自然 但是中国女性 因为她有家庭的这种背景 家庭的各方面压力 所以她会考虑到的比较多 然后她只要是确定了 一 各方面条件也还可以 然后主要是她确定 她心里面 她真是爱你 她真是爱你的话 她就会开始想结婚 而且这是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想法 对我来说 因为她这样的话 她总是在想明天 她总是为了目的 最后我要这个目的 我就要跟她在一起 所以她忘了享受今天 就没有那个恋爱的过程 对 她没有恋爱过程 因为她要考虑到这个后果 考虑的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比较累 你像 对 她法国人就觉得比较累 我们的女的就觉得 法国人有点忒不负责任了 忒孙子了 不是 我跟你说是怎么回事的 像在巴黎 有那中国女孩 跟法国男朋友 很好都同居了 住在一起 但是中国女孩子 心里边有个说不出来的怨慕 就是你得给我结婚 因为你如果不结婚 我没法再留在法国了 我得回国了 你给我结婚就可以 否则我天天自己出去找工作 每天早上起来 那法国男朋友就在床上躺着 好像大爷是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说结婚 我们现在不挺好吗 我们现在不挺好吗 他不会 他可能有 外国人他可能有一种概念 是不是就是说 个人的问题 个人自己解决 然后我们是在没有这些基础上 谈我们的爱情 说实在的 确实是一种比较可怕的事情 因为在中国基本上 我觉得可能大城市的 像北京上海的女孩子 可能会相对好一点 但越是可能小一点城市的 什么的 她们就更容易 就是家里的影响就更大 然后各方面她想的很多 所以就觉得 你的压力很大 我一想到 就是说你一给我这种压力 是一种很无形的 然后有时候 她就比如说 这个女孩她不想给你 但是她家里面整天就催着她 或者整天就怎么 比如说你25了 或者278了 或者现在还不结婚 你到底是怎么样 她会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好 你为什么不想跟她结婚 不是这个问题 关键是有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状态 我觉得我活得很潇洒 很自在 你不考虑你的女朋友 潇洒不潇洒 我这个人不是特别擅长 比如我 我不是很擅长攒钱 我一个月挣的钱 其实远远够 我花每个月 我花钱也不用考虑 然后我 但是因为我外国人 可能我不能在中国贷款 所以我根本 还想贷款 不是 我根本不考虑买房 所以我每个月租房 也没多少钱 然后我一个月活得很 我有一些爱好 其实很昂贵的 我也基本上买得起 没关系 但是一旦我一想到这些 马上我到最后 我得想到 你比如说她家里人 可能哪个三叔二大爷 哪天生病了 然后一想 女儿嫁 或者说谁嫁了外国人了 可能她病了 可能得想要钱 说的很实在 非常实在 但是你不想这些 真是不行 你像她说的 我觉得台湾还更典型 过去我是听谁说 听蔡兰 还是听谁说过 说台湾女的 比如说你跟她 比如说发生了个一夜情 过不了几个月 抱着孩子找你来了 脱家带口的都是 是不是秀院 我觉得那个也是想当年了 现在应该也不会 而且现在的女性 现在有保护措施了 大家都聪明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 其实这个问题 不是只有男孩子怕 女孩子也怕 而且其实跟一个外国男人交往的时候 其实对中国女孩子心理来讲 她其实是很沉重的负担 不是说我只想嫁给你 因为我也要适应你的未来的家庭环境 因为中国女孩子有嫁机随机的这种心态 我用到你的环境里头 我就要去学习 我可能语言不懂 我可能将来总有一天要跟你告老还乡 我可能要学习法文 然后学习吃法国菜 然后要跟你这些 我完全不熟悉的朋友 然后你们可能晚上吃个饭 喝杯酒 要四个小时 我就待不住了 但是你说 我们平常经常听人聊天 其实我没有真的见到过 说实在话 但是听人说好像很多 就是说扛洋枪的 我们叫 就是调洋人的 就感觉好像有那么一些中国的女孩子 她是非常有目的的 就是喜欢贴洋人 喜欢贴老外 你在你的周围朋友当中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种现象 我见太多了这样的人 他一般是 我有一张也挺喜欢出去玩 有一些酒吧 就专门好多 北京有一些酒吧 或者晚上的一些滴厅 什么的 太多这种 比如说外国人爱去的这些地方 有好多女孩子就是这样 她会主动上来跟你搭讪 有 但是一般 有时候碰到我这样的人比较麻烦 我一说汉语经常把他们就吓跑了 吓跑了 没错 就喜欢说洋文的 对 一是很纯正 其实我刚开始学汉语的时候 我也希望跟中国人讲汉语 包括在国外 我觉得这种心态并不是什么重阳没外 或者说就是那些不好听的词 很自然 我想学外语 我当然要跟他们说外语 但还有一层碰到我这样的人 比如说在这种夜场所 这种低厅什么 他去主动跟外国人 他其实内心 其实他们所做的这些行为什么可能在传统的概念里面 还是就是不是说一个良家妇女还是什么 就不是一个 他们会觉得内心有这种压力 不是一个正常女孩做的 所以他实际上他觉得我一说特别流利汉语 好像就把他看穿了 反倒觉得可能他 我觉得他内心有这种心理 那种有点负罪感 或者说还是一点什么 对 因为他要跟外国人在一起 就完全不是那种不懂汉语的人 他会知道这个人他再怎么表现 那个人对他不会有任何看法 但你想一个正常的中国男人 可能他要看这样的女性 其实我没觉得怎么样 但可能好多中国男人看这样的女性 他就会觉得这个女人有点问题 你听你说中国话 都是一条道理的 但是我老实说 其实是国情的不同 如果说你在中国这个地方 一个老外跟一个东方的姑娘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 这老外可能有点花心 或者美眉有点媚外什么 但你如果在美国那个环境 或在法国那个环境 你娶了一个东方女孩 我看到的很多案子 我觉得他们对东方女孩子好得不得了 是 这不可否认的一点 就是在文化上 东方是神秘的 而且有好多细节上 比如说我经常在外面就看到 比如说有 在可能有一个女性 她拿着一个很重的箱子 其实在中国就很多时候 就那么多男人在旁边 她不一定有意识去帮忙 或者让她先过 但是在西方社会 她对女性 她特别的尊重 她就是有这种传统 我跟你说 这真是两个不同 你看在日本反倒相反 可能女人要先让男人 她就那种男尊女卑 我发现法国男人 他比较能让女人得到一时的快乐 一时 我觉得真羡慕 中国男人是不如你比如说 好像有个法国男朋友 每天都会给你买点小礼物 下了班 每天都会给你买个小礼物 回来 还有什么 往往在中国 其实女性和男性都有这个问题 她一旦觉得是自己的 她觉得不用努力了 但是中国男人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说 那玩意儿我不屑于干 但是我为你一辈子 我们白头到老 我管你一辈子 我两肋插刀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但是中国男人是另一路 对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男女性 有一个共同点 往往她觉得 既然我们是一家人了 我所有丑陋的一面 我都可以让你看 我们已经是一家人 但是在我们那就比较在乎 可能这样过着比较累一点 但是反过来 会觉得一辈子需要去吸紧对方 因为随时觉得 其实离婚很容易 分手很容易 在中国觉得分手不容易 现在越来越容易了 但是原来传统当中觉得 其实分手哪那么容易 你想谁想离婚了 街坊老大妈都来劝 整个家就说 丢人 单位的什么领导 被街坊老大妈加上家人拖着 说你一定要说 你一定要说她 去劝劝她 到最后把人家搞得 算了 就这样了 他真是比中国人还中国人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